整個事情真的只是一個麵包店的小問題嗎 不然喔 你注意這件事情裡面的背後發展的一個大原因 因為有很多的名人都願意在這麵包店裡面插股 為什麼呢 因為重點是 這個麵包店的人氣抬升之後 也間接的抬升了這一家背後的母公司的股票 這股票可是每股升到了200點以上 但是這幾天東窗事發之後 整個股價趴個一跌 跌到了剩下80塊錢了 但最背後的暴利可是令你看到瞠目結舌啊 我跟各位講 胖達人原本的老闆是誰 莊鴻明嘛 大家都知道嘛 做麵包的 國中畢業而已嘛 他本來也心也不大 就開個幾間麵包店 這樣就好了啦 就做麵包啦 也不管你有香精沒香精啦 反正現在方機也很多麵包店都有香精 只是人家沒說他天然 你硬要說天然 你頂多就是很缺德 很詐欺 到此為止 對 吃了反正不會死人 可是呢 前一陣子他遇到一個貴人了 他遇到有人要來入股他的麵包店 開了個麵包店居然有人想入股 那他一定很開心啊 這個貴人就是徐行平 他是個高手耶 為什麼呢 怎麼說 因為他旗下的企業 不管是整形醫美的 或者是坐月子的 還是跟牙齒有關的 怎麼那麼厲害啊 對 他都非常會行銷 那這幾個下面裡面會行銷的不外乎什麼呢 預算雜一點嘛 新聞報一點嘛 廣告多一點嘛 名人加持一點嘛 這樣子不就是有知名度了嗎 知名度出來之後他的店就賣了 那他下面的我剛才講這些不管坐月子中心也好 或者是這個醫美的也好 是不是真的有賺錢 也許是真的有 這我相信 因為既然你名氣已經做這麼大了 當然消費者會聞風而來嘛是不是 但是剛剛立竿開玩笑買講得好啊 我就知道觀眾朋友看不到啊 一個麵包賺錢是能賣多少錢啊 你現在投資他 投資他的麵包 一個麵包是能賺多少錢啊 賺不了多少啊 好 那醫美現在很夯 為了是鋁肉毒打一點啊 還是玻尿酸打一點 那又是能賺多少錢 那個比較多 比麵包多 都可以賺 但那都是小錢 或者是頂多好一點點的錢 你的意思是說背後還有那個大錢囉 大錢在這啦 我先跳到第三張圖卡 大錢在這啦 為什麼呢 因為 我先讓觀眾朋友看這張圖卡 我先不告訴你內容 我只讓你知道大錢在股票 為什麼 來 因為啊 你莊猴名的麵包店 你就只是一個名不見經傳的麵包店 但我徐徐平來投資你 我幫你行銷 我幫你宣傳 我幫你找人來加持 你的麵包店是不是就可以變得很有名 你的麵包店是不是就可以開很多間 你的生意後來是不是真的就大排長榮 那你是不是麵包店就可以賺錢 但是你麵包店賺錢 我背後投資你的內家公司 叫什麼公司 基因公司嘛 對不對 基因公司 有上櫃耶 有發行股票耶 你的意思說等於我背後的公司 是掛在你的麵包店的背後 大家看你麵包店非常熱賣 也就是說我這家公司的股票 就會很多人買了嗎 也就是說徐徐平董事長 他旗下的基因國際公司是有上櫃的 那我剛剛有講的 投資的包括有什麼 有這個什麼醫美啊 坐月子啊等等這些對不對 牙科啊 但是呢 自從啊 來立剛 他加入了胖達人的大 變成大股東之後呢 你曉得嗎 基因的股價一飛沖天耶 一個麵包店給他這麼大的力量 我這邊平衡的講 也許他們真的都很賺錢 但是我講啊 最賺錢的在這兒啊 因為股價從一開始的五十幾塊 立剛你剛說最高到多少啊 兩百啊 觀眾朋友你懂這個意思嗎 如果你投資五十萬 變兩百萬 你投資五百萬 你變兩千萬 你投資五千萬 你變兩億啊 好賺好賺 觀眾朋友我再跟你講一件事喔 人家基因這家公司 他是借殼上市的喔 他啊 一開始 什麼叫借殼上市 借殼就是說 如果一個公司他想要上市上櫃 可能要花三年多的時間 但如果你直接把人家那個公司 要投直接弄過來 不就直接就是可以上櫃了嗎 所以叫做借殼上� 跟那個 來來來 本來2008年叫亞全喔 做科技的喔 後來變達玉喔 是做半導體的喔 徐行平的基因國際是做什麼 是做醫美器材賣給韓風診所的喔 來你看看 他入主達玉 直接借達 做半導體跟這有什麼關係 這就要借殼了嗎 那好 現在股價是不是從200 又棒棒棒棒棒 跌到70幾 對 如果這裡頭有一個有心人士 當初50塊變200塊 做多 是不是 我剛才已經交給我朋友 是不是賺了不少錢 那如果從200到現在的七幾 他是做空放空 我把股票先借來賣 再回補 那不是兩手都賺翻了嗎